接下來我要引用一個在大陸的積德雷公的故事 這個資料是我在斯里蘭卡 隨進攻到我在斯里蘭卡獎金的時候 師父的侍者聖廟法是給我的 大陸有一位菩薩很了不起 他編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心證》 他完全是蒐集大陸的因果故事 所以我以後講《太上感應篇》會一篇 會引用這個心證的故事 那今天這個趙立勇他是大陸北方的農民 他住在一個山溝裡面 今年五十幾歲 40年前他發生一個車禍 腿斷了一隻得了皮膚癌 那他家裡其實是蠻窮困的 他太太一個月大概幾百塊的人民幣的收入 那他就是收這個蕙器的物品變賣 那麼他把這些錢存起來 那他們村落裡面有一個土一婚老菩薩 還有一個盲兒子梁瑾森相依為命 房子很破落 他們就把他接過來 那他跟他的盲兒子住 他太太跟土老菩薩住 那2003年土老菩薩往生了 那他的盲兒子現在還在六十幾歲 還在跟趙立勇住在一起 那趙立勇他還更慈悲 把他自己的一點田地監出來 蓋個敬老院 那他剛好那個同一個村裡面有個工業區的企業家 吳雅光很慈悲幫助他 募了一點款項幫他蓋個敬老院 那目前有幾位老人家住在裡面 那雖然經營上也是不是很容易 但是他們希望這個善心善行能夠繼續下去 我看到這個故事我其實很感動 那我下列四點來分享 第一 慈悲與智慧的菩薩行 趙立勇本身慘障又疲無癌 家庭收入不多 但是他有一顆慈悲住人的心 還有堅持不懈的毅力 這叫難行能行 難忍能忍 那麼他身慘心不慘 他的心充滿慈悲智慧 第二點他遇到逆境還能夠止苦 文昌帝經音書裡面跟我們講 如果遇上逆境要這樣想 我們這一輩子有這個困苦 是前世的罪業所遭感 那我們今天逆來順受 那這個就是消業 這個承受就是消業 就是解業 那經典上跟我們講 我們貧窮希望天下很多富老 我們多病希望天下很多健康 我們遇到鬥爭 我們希望天下很多人和諧 我們遇到昏昧 我們希望天下很多人都有智慧 所以你每看到一個患難苦難 你就發這個冤氣幫助他 那這樣就是轉煩惱為菩提 那就把三毒變成甘露了 那麼這一個第三點 善念容易發 拿你堅持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困難 但是要一輩子做好事 不做壞事這樣就不容易了 所以物以善小而不為 善是一點一滴累積來的 你漸漸累積 那麼你就走向聖人的境界 做一個佛弟子 你要恭敬供養三寶不困難 我們都很恭敬佛菩薩 但是叫你恭敬供養一切眾生 那有些人就為難了 實際上三寶跟眾生是一體的 至他不二的 眾生的苦就是菩薩的苦 所以你讓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得到煩喜 諸我菩薩就會煩喜 那麼佛菩薩首行之次 皆令眾生得煩喜 那麼第四個 執心就是淨土 趙立永的心 他其實這個心是執心 他無怨無畏的去做 他也不埋怨 而且他非常的高興 讓這些老人家 有一個安頓的地方 所以這個執心 在大聖經上講 執心就是淨土 那我們講說執心 身心大悲心就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本身來講的話 能發這個菩提心 那趙立永本身跟他太太就是菩薩了 所以他們住的地方 他們所到的地方 他們的淨老院 本身就是淨土 所以他的心 趙立永的心 是直指無殘其 他無所求 這種心 乃是萬行之根本 什麼叫萬行 萬行就是我們所謂的六度萬行 一切的機功累得 一切的善事善行善念 我們所謂的盡力三輔 這是萬行 我們每天日常生活 立他的行為 這就是萬行 所以你菩薩行六度萬行的根本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菩提心 就是這個執心 所以趙立永 他所修的這個感人的善行 其實是真正的機功累得 我相信來生他事 他一定是福慧圓滿的 他的前途是一定光明的 我們應該向他學習 也向他看齊 我非常感謝大陸作為菩薩 編了這一本 《太上感音篇心證》